Hello, 欢迎大家, 这里是AMF 我们现在介绍一个是自家品牌出产的 设计和生产的毕业小妈宝 有一个男子款, 有一个女子款 有穿黑鞋和白鞋 首先介绍毕业小妈宝的身高 毕业小妈宝身高40cm 有一个斜斜的帽子 手上的证书 是Q版身形设计 有一个很圆的头 一个厚的背部 一个肥的屁股 这样做, 因为想它可以脚脏脏 Q版脚脏脏脏 随时都可以坐下 可以坐在楼梯博位, 草地上拍摄 在毕业上拍摄 为什么要这样的身形呢? 因为同事之前 为家人订制了一个 但是, 出来就是这个款 因为它是比较扁的头 可是原来手里就这样 所以帽子会开始使用 帽子是没有成名 帽子和只是关快的 這裡都有拼的头 これは因为这个颗帽子 最大的问题 是做脚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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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它其實 Media 잠ется ی hairy lady 它會自動彈開,因為它會濕棉 我們採用壓腳的形式 所以腳可以隨便 這個位置是用車縫的方法來接駁 所以可以隨便坐,屈住坐 這個位置是不可以的 還有頸部比較幼,所以支撐不夠 頭部經常都是向下的 拍照後就像頭髮髮 現在說一下這件衣服 為什麼師傅這麼留意這件衣服呢? 因為師傅本身是做制衣出嫁 他看到這件衣服是用傳統的方法去做這件衣服 用全面的扯布 車輪後再鋪骨,再鋪骨,再鋪骨 然後鋪骨,再鋪骨,再鋪骨 其實這麼小的件衣服很難做 但始終用傳統的方法 就不可以做得很完美 另外,就是用刺繡的方法 另外,就是用刺繡的方法 刺繡,如果縮到這麼小的刺繡 按比例就要變大了 因為這個本身應該是有一個刺繡的袋 所以用刺繡的效果 所以用刺繡的效果 因為車縫,刺繡是有針掃的限制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最大問題,也不滿意的就是 布 正如說,用了傳統的做法 全面布一剪,它就會散口 會一邊一邊一邊散下去 這件都沒有洗過水 如果再洗完,更加就可以了 而且全面布會容易霉 容易皺 因為它會全面重鑄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下 本身我們用了很多心機去研發 那些效果公仔 或者仔服的衣服 技巧 像這鏡子一樣 我們全面的效章都是掃馬印花 掃馬印花 掃馬印花很精細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到 而且很平滑 如果這麼小,要刺繡 根本第一,做不到 就算做到,都會很適合 一堆東西 根本看不到 另外就是 所有材片都是逐快逐快 用了這鏡子來做的 雷射切割 即是雷射切割 切割 所以材的布 所以就算對表的形 都出得很漂亮 而且這些位置 有紙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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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 所以師傅跟著你車 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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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準確 這裡其實只有2mm 如果你移位少許 你會覺得它高低 高低 所有衣服都可以脫掉 可以洗 所以我後面也是摩索貼 為什麼是雷射切割 這是布邊 布邊 如果用剛才傳統的方法 就是這裡一條條的絲 就會慢慢扯出來 就不可以洗水了 現在洗水 就算你現在這樣看 都會有披口 我們這些就算 捉 刮 扯 都不會散口 所以這件衣服可以保持很久 可以洗 還有白色 這些是Polyester的布 它有白色 不會那麼容易重鑄 雪白程度也很高 每一個孖寶出凍之前 都會有一個個人人名牌 就是一個個人人名牌 是跟賣配送的 有霞章 畢業年度 中文名 英文名 後面是扣針 扣到那個公仔裡 當未來的主人翁 收到這個公仔 就覺得這個公仔是為它 獨身訂造 獨一無二的畢業 很有紳思的禮物 有黑鞋款和白鞋款 現在就順便說 可以另外加這個眼鏡 眼鏡我們要用口身激動 是跟著眼的距離 去計尺寸去做的 加上黑色 另外有六個顏色可以選擇 就是剛剛好 分開眼睛去做 可以特別明亮的眼睛 在耳朵後面 手縫了一針 這個位置是手縫了一針 將來如果你想改變做 不想戴眼鏡出街了 或者轉顏色眼鏡都可以 在耳朵的位置 在耳朵位置 拆一針 等一等一等一等 這裡拆一針 接著在耳朵位置 拆一針 接著在耳朵位置 這樣便拆了線頭 眼鏡不會受到破壞 所以你可以用回 可能兩年後 你想再用回 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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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衣服 就像這款 這款 因為這個效章 本身是刺繡 但刺繡已經很複雜的圖 如果刺繡再縮到這麼小 一塊錢 只有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一塊 大餅 根本就不能收拾 在耳朵 只餘幾針 16米 那便看不到 所以我們還是改用 用回以下補充 另外 像這些 蝴蝶仔 如果用全土布 套餅 再翻 再折出來 根本就做不到這些效果 这些位置有指示位,所以可以很准确地车幅 数码印花的好处是可以平均 所有衣服都可以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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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清洗 将来可以清洗乾淨 最后介绍笔叶 笔叶 把施币切割 用完理是跟曲弓,跟弓的位要切施币 因为拋之外,装施后,施币还可以一终 因为我们师傅有了我的心思 研发,用我方法去做施币 便能一种平静,很流畅地放出这个新衣服 所以拍照是特别晃的 我现在示范一下 如何可以穿 帽子户衫 首先,帽子户衫有一个牌 如果穿在外面,便会转着 所以就脱着牌 后面的扣针很不错 接着就着手帽 脱着 后面是模式的 所以很容易处理 跟着,再粘回 这些位置我们对得很重 出来就配合了 变成续练 然后扣牌 然后扣牌 可以是一个很有心思 很有个人化的毕业礼物 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全校服的照片给我们的师傅 他就会尽快报价给你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